这里是一座清朝时期亲王的墓穴 在建国前就已经被盗墓了 我们来体验一下现实版的鬼吹灯 我们来进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墓室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基本上还是稍微有点困难的 在墓室里并没有发现盗洞 所以盗墓者大概率是撬起了拱形结构的顶端 从空隙钻进墓室内的 据当地村民讲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 这座墓穴被人为破坏 石门被打开 里面的三具尸体被 这些结构工整的石料 有可能是当时石棺的底座 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它在这个墓室里面非常的凉快 甚至有点冷 这个石头的墙面摸起来是潮湿的 在这个最中心的区有一个圆洞 这个不太能看得出来 当初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现在脚踩的地方是一块 非常完整的石板到这边的时候就变成土地了 感觉原本的一些地面的结构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这个环境后我们看过那些盗墓提杀的影师作品是很不一样的 它面积并没有很大 而且不会出现机关之类的物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门的结构 它是一整块石头做成的 从有棱楼脚的方形到这个圆柱形 过渡非常的平顺 应该说在当时应该是有很多的门宫巧匠来完成的这个墓穴的建造 这个石门的上梁是这个墓室里面唯一的金属结构 这是锈迹斑斑 腐蚀非常严重 这一侧石门上面损放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脚 这有可能是当时打开这个石门的时候撞击造成的 正常来讲这个墓穴的石门关闭之后 应该是从内部自动锁上的 所以当时打开这座关门的时候 应该用了比较暴力的手段 不太确定这个造型是屎狮子还是麒麟 它这个中间两处是有脚的 形怀已经历经沧桑 但是依旧能看出曾经的做工是非常精细的 石门上的门环造型明显遭受了暴力破坏 这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留下的伤痕 你见过真实的墓穴倒洞吗 这里是一处明代私理太监的墓穴 位于这座废弃的蓄水池之中 这个蓄水池还是比较深的 墙上有这种铁凳 不是很结实感觉 希望一会下得去还能上得来 这个蓄水池里面已经全部被植物覆盖了 我们穿过这片植物 就可以看到这个墓室的门了 这个明代的墓穴的墓门上通常是有对联的 这个门额上写的是一化原宗洞主 上帘是人民爱物为国运 下帘的字迹有些模糊了 文采好的朋友不妨在留言区里对上一个下帘 石门的外延有一道凹槽 这是一个独立的结构 当时应该是有一整块石板护住这座棺木的石门 目前还能看到上面残存的一些结构 在这个石门上面有一个非常粗壮的石狮子的门环 石门有一整块石板制成 表面平整但却满是由人留下的自己 石门上方的结构美观且精细 显现出三百多年前的工匠手艺 这座墓穴里面保存的相对比较完好的这座石门 其实是可以动的 我们来试一下 哇 好重 这个墓室是细长的 然后在两侧有这种壁杆的结构 不过遭受的破坏比较严重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壁杆 做工非常的惊喜 这个墓室里比较大的这座壁杆 原先应该也是有两到石门的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 应该就是原先这个石门的门轴的位置 但是很明显这个石门 被一种非常暴力的方式给破坏掉了 这就是倒洞了 然后我用手电往里照了一下 结果就飞出了很多的蚊子 我们来看一下倒洞的里面 哇 这个太窄了 这里面就是一堆碎石 还有几根木棍 这里还有一根木棍 看一下 再远处就没有东西了 空空如也 嗯 起了 说实话 这里面太冷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蓄水池的其他角落 看这旁边也有一个壁杆 里面原先应该是放置一些贡品之类的东西 这是这个壁杆的石门 原先放置门轴的这个位置 这上面也是 是原先插入门轴的地方 但是我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时使用这座蓄水池中的水的人 如果知道这些水浸泡过一座墓穴 他们会做何感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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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